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现在为止45年头了 今晚是我最后一班港 明天就要退休了 我从事盗口这么多年 可以说对盗口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有感情 可以说恋恋不舍 那恋恋不舍也没办法 每个月都有退休的时候 但是我争取把这个工作 干好每一分 争取每一天把工作干好 早上七点半接班 晚上五点下班 晚上五点接班 后面一点接班 后面一点接班 到早上七点半下班 班值是基本是这样的 我的工作重点是啥呢 就是说 疏通道口 关闭拉门 保证道口安全 所有的工具备品 都必须检查 比如小线火车标 限速标 超高的标志 等等等等 我们的盗口车非常非常多 有时候三四个小时进不来屋 在那儿输到车辆行人 特别特别辛苦 这个盗口工作呢 愁得挺平淡 但是呢 不可大意 过去的盗口呢 和现在的盗口呢 局限不同 过去盗口呢 就是我们在长白线 看到盗口的时候 设备特别特别老化 屋里设施呢 特别简陋 完了全靠盗口员 自己监听 保证安全 现在看呢 那可天地之差 现在这个地热 也有淋浴 设备各个方面 以前大所有改观 在我们工作当中呢 也特别吸引为这种环境 我和过去 我现在和过去都讲 我说过去看盗口呢 咱说白了和现在呢 一个卧铺 一个硬板 就都相差这种程度 看到了铁肉快速发展呢 我说我一个老盗口员 我非常非常高兴 我2022年的最大的收获是啥呢 我教了一个徒弟 叫羊鹏 也是90后 跟我一个班是大概是 20年的5月4号开始 我用我的话说 手把手地告诉他 如何防护 如何我没拉门 如何是处理故障 如何搞交接 如何能交接好 如何传达上级指示 今天最后一个班了 交出了一个 一个人呢 就是说能为盗口的工作呢 继续传承下去 能为盗口保障安全呢 处分力 也是给2022年呢 留下最宝贵的 一点财富吧 多久 哥 conserv长 走啊 走啊 外国 我 大达故事 财富 二只 少 dinero love 能感到 中国人 老公 仔终� vide 你 arz